大家好,欢迎收看MKC线上播报 今日分享主题,用设计思考浅谈消费者灭顶事件 今年实案风风不断,顶星黑星油案中的老品牌卫权公司 热销明星商品林凤云 因为属于顶星国际集团成员之一 成为消费者灭顶行动的头号品牌 这边要以设计思考的角度来提供不同的假设观点 企业主与消费者、两者是否能使用更具创意与沟通手法 来交换彼此的传递讯息,解决现阶段棘手问题 设计思考最重要之核心即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出发点进行相关探索与问题解决 流程步骤大致可分为使用者、利害关系人 以及创新挑战的课题等三个阶段讨论 在使用者阶段,为了要了解使用者的经验及需求 可使用访谈、观察等方法来了解消费者的想法 将潜在需求都需要挖掘出来并解决 使用者经验可分为好的经验、甜蜜点与不好的经验、痛苦点 两者若能获得强化与改善 都将提升消费者趋向好的经验、感受 以顶星事件来看 从巨买顶星产品到抵制味全、林凤云鲜奶 品牌瞬间从好的形象转变为差的品牌 消费者经验也持续的变化 默默从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 一连串的灭顶行动极自主展开 借主不得不更加重视观察消费者的变化反应 也许法官的判决无罪 才是给予顶星的严厉判决 再者是利害关系人阶段 以使用者为中心 连接事件相关之利害关系人角色 以灭顶事件来看 其中的利害关系人主要大 该分为消费者 顶星、法官、卫权、林凤云 通路上Costco、洛农 以消费者又分为反对购买 与支持购买两派族群 盘点出相关利害关系人 将发现彼此间牵连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 也许我们厘清问题与机会 进而解决问题 消费者其实要的只是厂商诚心认错 以目前认为自己受到无辜牵连的卫权来说 就算拍摄了无辜落农父子的广告 来传达鲜奶真的很简单为出发点的影片 也改变不了消费者眼前的感受 不应该再去躲避消费者提出的问题 而当视而不见的 还是以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为诉求 这样只会让消费者感受更差 对品牌更加伤害与扣分 最后一个阶段要讨论如何创新挑战 延续消费者愤怒 一连串灭顶行动一一展开 通路上Costco贩售的林凤银鲜奶 立即受到会员权益 方便退货影响 秒买秒退 林凤银鲜奶造成未全需 大量消费退货鲜奶 达到消费者抵制的目的 但Costco并非顺从民意 制定新退货数量机制等做法 但这些对消费者内心痛苦点 解决毫无帮助 只有可能引起另一波 抵制Costco通路商的牵连危机 如以通路商的角度 如何降低消费者对贩售林凤银鲜奶 产生反感为挑战课题 是否先调整减货 架上的销售数量 及促销活动 品牌商与通路商 是否在此危机下能达成共识 一同面对才是关键 持续促销方案 只会让消费者更加不信任 在一不信任品牌下 越多的优惠与价值 只会让消费者产生 更大的反感与猜测 认为是不是成本真的很低 才会这样促销优惠 林凤银倘若真的要挽回明星 也许可借网军发展出来的枯索版 自嘲自己或者顶心一番 提供平台或活动 让网军发挥创意提案 现乃促销 要配什么商品 吸引留住目标客群 纵使又会造成一波酸民攻击 但一步一步让消费者知道 品牌立场 提出善意 消费者最终还是会选择 心中对的品牌 以设计思考的角度来看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统合问题 寻找机会脉络 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则 顶心事件 各个环节相互影响 其中牵扯复杂的无解问题 而现今 消费者不管是好的经验 或是坏的经验 消费者会主动发展各种 向外界沟通传达的创意方法 企业主与品牌商 出勇于接受外 最终本质还是以好品质 才是与消费者沟通的唯一 两道 我是主播文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